那問一下主委,因為剛剛我們在立法院聽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謝國蘭委員有跟劉毅武在談到一個事情 就是3月31號你剛剛有提到的華碩會的東西 他說當時國華基金有發個函,那是英文的 但是他並沒有出,我不曉得最後我們出示這個函 就是說你沒有提到,蔡英文會成為主要的精英人 因為我還沒看到那個到底有沒有那個函 那就你的了解有沒有這麼一個國華基金的函 就是蔡英文有沒有內定成為一個主要精英者 那第二個,你也... 第二個,事後有沒有在蔡英文在到當年的七八月之前 他動念頭要接這個位置之前 行政部門內部有沒有任何的流程或程序或公文 提到蔡英文即將擔任這家公司的這樣子一個負責人 沒有 第一個,國華基金絕對不會花一個公文用英文 絕對不可能的 那當時候,蔡副院長那個時候她還... 3月的時候她還是副院長啊 副院長怎麼可能去當一個民間公司的負責人 怎麼可能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會有這種想法 不可能啊 而且金建會 發公文 當時的國華基金發公文只是發邀請他們來參加 法人說明會 然後呢 後來的花函就是花函去請這些來參加的人 他們回報他們的意願 這樣子而已啊 我問清楚一下 就是說 主委對你的了解到底 你的承辦的業務過文當中 你所看過的文 或正我所做的籌備計畫裡面 直到蔡英文下台之前 即將會議長之前 有沒有這樣子一個 蔡英文會擔任這家公司的任何的文件 主要負責的文件 沒有 我用我的人格保證 我想這個另外一個部分